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 用户体验 那用户体验这个词呢 在我们进入工作中是经常能听到的一个词 一款软件做好一个用户体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由浅道声的讲一下这个用户体验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课程的大纲 那么第一点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用户体验 那么第二点是用户体验的这个标准定义 那第三点是移动产品的用户体验的四个原则 第四点是我们最后的这个用户体验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在讲用户体验之前呢 再先说一个用户体验 它最早的是由什么发展而来的 那么首先呢 是由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呢 由用户体验设计师唐纳德诺曼提出和推广 那他是一位用户体验设计师 也是一位心理学家 那他也有出过一些这个用户体验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书 有这个用户体验心理学 等等大家可以去去网上搜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籍 那么再到后来呢 互联网的这个快速发展 由这个苹果的乔布斯 然后把这个用户体验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 那么也使得我们现在每个产品呢 都在注重这个用户体验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生活中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个用户体验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苹果的Apple 苹果体验店 那么他这种装修风格呢 是这种很大块的玻璃 吸引人们路过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他店内的产品 吸引用户进店 去体验他的这个产品 体验完之后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去购买 那么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呢 是没有人去吹你啊 或者是给你直接推销 让你购买哪款产品 那么完全是很自由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完全的使用这款产品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你就可以去直接购买他的产品 那么这个也是苹果的这个体验店的一个初衷 那么这种是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一种购物体验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三只松鼠 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体验啊 首先呢是这个当寄来这个包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裹的外包装上面有一个开口器 对吧 那么平时像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快递呢 可能是没有这个开口器的 那么此时的你要想开这个包裹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要再找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剪刀啊 或者是一些锐体的一个东西 先来开这个啊包裹 那么像这个三只松鼠呢 它会啊这个外包装呢附赠一个开口器 那么此时的你收到这个包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开口器直接把这个包裹打开 那么还是很方便 不用你去啊去找你的这个剪刀啊 之类的这个工具啊 那么这个是啊 我们这个三只松鼠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点 那么还有就是可以看到 它这个打开包裹以后还附赠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啊工具 对吧有这个果壳袋啊 还有这个湿巾 风口夹 那么这些工具呢都是我们在吃它这款产品的时候啊 用到的一些这个工具啊 比较一些贴心的工具吧 那么比如说这个果壳袋 你可以啊吃剩的这个瓜皮 果馅 然后扔到这个袋子里就可以 然后还有这个湿巾 当你吃完这个啊干果的时候 你可以擦手 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吃不完一袋干果的话 怕防潮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风口夹啊把它夹住 那么这些都呢都是这个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用户体验 那么还有就是呃三只松鼠的这个啊体肩内的这个客服人员呢 他这个 所有的客服呢这个对话呢都是以主人为啊 为口语的 那么他们把自己呢比喻成这个三只松鼠啊 那么我们这个客户呢就是他的这个主人对吧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 从外包裹再到内部 然后再到他们的客户人员呢是一个很完美的这个啊体验 那么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面呢是一些这个啊我们生活中一些啊比较好的用户体验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啊比较好的用户体验 比如说我们啊在早上刷牙的时候可以看到如果说那个牙膏啊 快用完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啊不好挤这个牙膏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去啊 购买一款这个啊挤牙膏器啊你用这个挤牙膏器的话啊会会非常方便的把你的这个牙膏呢啊挤出来 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了让这款产品啊更加的好用啊开发出的一些工具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我们的产品的一些这个用户体验 首先是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标准定义啊 那么这个标准定义呢也是我们这个啊 IOSO的这个定义啊是这个人们针对于使用产品啊或者期望使用的产品 系统或者服务的认知印象和回应 那么这个用户体验呢我们是啊有这个使用前啊的一个提供体验 还有这个使用时以及使用后的一个体验 那么这个体验呢会受到我们的这个情感喜好行为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啊 也不会是呃呃每个感受呢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四个原则有哪些啊 首先呢从这个金字塔来看起啊 首先是这个最底部的这个可用性 那么可用性的话啊最简单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能不能用对吧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条件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应用性啊 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用方不方便 第三点啊就是这个友好性 友好性的话就是一些情感方面的一个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友好性的话你可以设计一些啊就为用户啊 着想的一些这个感受的一个设计 那么还有最后的这个视觉方面啊 那么这四大块啊分别是这个见面 情感化以及交互和功等的这个四块的一个体现 直接影响着我们这个啊用户体验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可用性啊 那么它有三个原则哈 第一个是这个分析产品针对的用户啊 群体的这个特点特征啊找出这个真实用户的这个需求 那么在做一款产品的之前呢 你可能说需要啊根据你的这个产品啊用户对吧 你要根据你的用户去啊制作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一些的一个需求 还有就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是各个任务的这个交互路径啊通创可用 无逻辑错误业面语意传达明确 用户见面是否容易使用高效并让人满意对吧 第三点呢就是功能需求啊 是否能够帮助用户完成一些必须的这个事物和目标啊 首先是让他我们用户拿到这块软件的时候 他能帮助用户能干些什么对吧 他能帮助用户解决什么问题 那么在做这个产品之前呢 再给大家先说一个啊 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用户调研对吧 那么这个是啊我们之前做的一款产品这个好机型平板电脑 那么在做这款产品之前呢 会做一些这个用户的这个调研啊 那么会了解一些用户的这个啊习惯啊等等的一些使用环境啊 使用时间等等的一个这个特征 那么从这些啊用户调研这个报告呢 我们再来调整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啊特征对吧 那么首先是这个我们调研了这个目标的这个用户定位 那么首先是有这个学生啊 因为这个产品呢是主要是给这个学生用的 那么还有啊以及是学生的这个家长啊 有这个间接的关系 还有这是我们这个学生的老师啊 分别是每个找了两名这个啊同学去调研一个 这个我们这个用户报告啊 那么调研的时候呢会问一些这个啊 我们这个产品相关的一些问题 以及这个孩子平时的这个一些习惯啊 的一些等等的一些方面的这个知识啊 首先要了解我们的这个用户群体的一些特征 啊这些呢是啊我们这个调研报告的一些这个啊 基本的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啊会让拿着这个啊真实的这个模拟的这个机器呢 会让啊我们这个用户呢先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啊 然后进行拍照啊看一下他们这个使用的这个操作习惯啊 因为小孩子的话他这个手呢没有我们这个成人的话这个啊手掌会大啊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他们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啊 触控大小以及这个单双手操作或者是很受平的这个使用习惯等等啊 那么还有就是啊我们上面是对了这个对这个啊用户这个特征进行的一些啊用户调研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视觉方面的一些这个啊调研 那么首先可以找一些这个啊图片让我们这个学生去选择 那么左边的话是这个男孩子选择的一些图片 那么右边是这个女孩子啊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分别这个对比啊 男孩子的话他喜欢的这个图片类型是比较这种啊帅气的这种图片 比较硬朗的这种图片对吧 那么女孩子可能就喜欢这种啊暖色调的这种对吧 比如说这种樱花啊什么太阳太阳花对吧 然后这种图片 那么这个是两个啊我们男女的这个啊喜欢那种风格的一个特点 那么从这些图片呢我们可以筛选啊得出一些这个啊配色的一些方案啊 然后我们再从这些方案中呢再选一套啊进行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啊产品的颜色 那么从啊我们这个上面选完颜色以后我们再可以看到我们再是定制了一些这个啊不同风格的这个图标啊 然后再从这四种不同风格的图标中呢选一种啊当作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风格 那么首先第一种是这种啊礼物化的这种图标比较写实的图标 那么第二种呢是这种啊是手绘的这种图标类型 第三种是这种卡通手绘这种风格对吧 那么第四个是这种啊纸片啊卡片型的这种图标风格 那么这些呢都会让孩子去进行选择 以及在通过我们之前的这种调研呢啊 斟酌去选一种风格来定制我们以后的这个产品风格 那么前期前面的是一些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啊 用户调研 那么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再来回到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可用性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啊地图软件 那么地图软件的可用性最基本的是实现让这个啊 地图我们定位的这个准确度对吧 你不能说是一款产品啊 我们在这里然后他定位到别处或者是某个地方 那么这样他这个首先这个地图软件的这个可用性呢就是非常的差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要导导一个地方到目的地 如果说你这个目的地呢 我把我们这个用户呢给导出位置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说没有到达我们最终的想要到达的这个目的地呢啊 这样的话我们体验的话会非常的差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软件最基础的这个可用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任何人想要这样的话 我们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下软件最后危险的每一条 我们下软件最终的预定 我们下软件最后 我们下软件最后